這真的是你的奧運最後一屆嗎 嗯 也許是最後一屆啊 因為你知道四年其實不容易 對 然後 對啊 所以 最後把它真的就是 當作就是最後一屆在舉吧 對啊 對啊 全台灣觀眾都在為你加油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支持你的觀眾 我今天在選手介紹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哭 你知道嗎 就是現場真的好多人來看 對 然後 而且又不是說很近 就不是像上一屆這樣日本這樣 法國 然後大家都 從各個地方來現場為我加油這樣 然後當然有很多人在電視前面 就是看我比賽 對 然後就是很感謝啦 就是雖然最後的結果沒有那麼的好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 都有接受到大家的 大家的加油跟鼓勵這樣子 對啊 我想問一下你剛剛最後下台的時候 有一個動作是請了一下那個舞台 對 因為我沒有辦法確定 就是真的是 就是2028的時候還可以站上這個舞台 所以 就當作是最後一切吧 因為 你躺著不是 然後你趴著也不是 你坐著也不是 你坐著也不是 然後你連睡覺都是那種 就是我有時候講有時候 然後我都覺得他沒辦法體會到 因為是真的是就自己才會知道 東奧之後吧 然後就是 迷失蠻久了 對 然後大概兩年多的時間 然後才開始回到比較 正軌 對 回到正軌然後開始訓練這樣 前期狀態其實是一直都有慢慢進步的 然後一直到後來 其實接近的時候就 又不小心就是 有稍微弄到 對 然後其實那一陣子其實很 很糾結 因為 你躺著不是 然後你趴著也不是 你坐著也不是 然後你連睡覺都是那種 就是我有時候講有時候 我都覺得他沒辦法體會到 因為是真的是 就自己才會知道 對 然後 不管是做什麼動作 然後都會不舒服這樣 然後那時候覺得很 很焦慮 對 然後後來又開始慢慢做調整 然後 比較保守在那邊做治療跟訓練 然後 成績也慢慢的有 有恢復起來 所以其實對 這場比賽在前 前一段的時候其實 還 信息是有回來 這段備戰也是就是很保守 然後就是用 抓挺的開靶的目標 在做訓練這樣子 接下來做什麼 像這是生產出柚子 那接下來看能不能 產出一些鳳梨 蘋果這些 類似 就是希望這個機會 不會啊 還是請老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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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是稍微簡單分享 這次參賽 然後跟簡單的心得 然後還有 有沒有什麼樣不一樣的事情 接下來 沒有辦法用分的嗎 一題一題 好 他沒分 那你稍等我一下 就是踏上奧運 就進入 五六獎 嗎 對 這次 我覺得也是 第一次參加歐運 然後非常的興奮 也期待 然後 第一次呢 在單打就能挺進到十六獎 也是非常開心 然後 也會繼續努力 給自己打85分 自己還是比較滿意 在單打的方面 團體的方面 自己感覺 發揮的沒有到 自己想像中 這麼好 吧 這次最大的收穫 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 就是 能去享受比賽 然後去體驗 這種奧運 大賽 這麼好 好好去享受比賽 不要把輸影響太重 不要太過多的去緊張 還是蠻興奮的 蠻開心的 每一刻都很有回憶 回來就是先休息幾天 然後再繼續參加後面的廣愛賽 爭取幾分 很謝謝他們一路以來的支持 然後也會繼續努力 首先還是很感謝 就是一路以來 就是從小到大這麼多人的支持 包括長官還有這些前輩們 然後一直給予的支持跟鼓勵 還有包括媒體大哥們 謝謝這樣 就是總是在事實的時候出現 然後給予關心支持 下一步 下一步 可能 因為還有一些 俱樂部還有一些簽約的場次 然後可能後面還有一些大獎賽是被動受邀的話 是會去參加 但不過在系統訓練上 基本上是應該是不會太去訓練 像之前那樣練習 那接下來做什麼 接下來做什麼 還是會做一些自己喜歡的 然後比如說 基層的一些活動 然後可能像這是生產出柚子 那接下來看能不能產出一些鳳梨蘋果這些 類似就是希望這個機會 在場上的時候其實應該是很嚴肅 因為當下氣氛也都是很緊張 所以大多都是在講戰術 然後看情況有時候是會幫他解壓 把他叫他不要想那麼多 他很多時候都是 不是很多時候 基本上都是戰術 很開心啊 尤其是剛好又在奧運這個舞台 對我來講是很新鮮 那確實在這次比賽當中 確實是跟以往不大一樣 自己還蠻 就是享受在這個奧運的氛圍裡面 那 嗯 就另外一部分是很開心 那就是說他在 單打的這個部分表現的確實很棒 那很踢到開心 不會我覺得他應該表現得比我好 因為我覺得相對比我那時候要成熟一點 團體嗎 團體沒有什麼經驗 單打比較經驗 因為團體就像他自己說 可能 團體的時候 單打他比較放開一點 因為他自己的事情 那團體的時候可能是 攸關到別人 他會想的比較多 所以在 發揮上跟一些想法上 他戰術上顯得比較拘謹一點 所以他可能在這方面 他自己也有意會到 會啊 這是肯定的 所以應該如果 在這大半年的時候沒事 應該都是會在家裡 你說我還他 幫我 我覺得 當然他有這樣的心意 我很開心 但是 我覺得 就像我一直在講 只能在 就是 試著什麼 在遺憾中進步跟成長 我覺得還好 有時候 其實本來不會去想這個 但是 可能 打完以後 媒體記者一直問 確實 會開始 感覺有點遺憾 柚子嗎 希望希望希望 柚子開 希望希望 對 希望希望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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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 我覺得 可能 從我身上 看到了 我覺得我自己 比較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在 意義跟堅持 這部分 可能 呃 就是 我 可能 表現得不好回來 我會去總結 然後再去想 然後場上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可能會 哪怕打不贏 或遇到烈士的時候 我還是會告訴自己 不要放棄 那這方面可能是 一直以來也是在告誡他的 那 嗯 確實他有在學習跟進步啊 那 希望他接下來做得更好 我覺得他就算是一個意志力非常堅強的吧 然後 希望能 從中學到他這一點 然後也能提升自己的成績吧 嗯 沒有耶 其實 在蓋球 就是去 有這個環境 真的就是自己的興趣而已 不會說是想要 去生產柚子啊 這些 就真的純粹是 喜歡小時候那個氛圍 然後 但走著走著 就就變這個樣子 所以 反正接下來也是這個樣子 我要做的事情 也是跟自己 喜歡的時候 才會去做 這個希望說 打到台灣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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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台灣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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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 就是 很多人 然後 就是 一起在那邊 講話聊天 因為這是我自己 小時候 在那個環境中 長大最懷念的地方 那也是 當時為什麼 會有 去再重新 就是 製造這個環境 跟情境 那時候也是 當時跟媽媽這樣講 然後媽媽才開始 有這個 就是一去找地啊 這些 才延伸到這樣 有這樣的成績 你也覺得 有這樣的成績 你也覺得 所以目前 像這個 有這樣的成績 當然覺得很開心 就像 一起打奧運 這個 我是自己沒有想過的 當然是有這樣的夢想 因為之前 也有一些 他的學長 跟我一起去打過 獅琴啊 參加師團這些 但是奧運是真的沒有想過 所以 從出發到 到在比賽進行的時候 當然有些 不是自己想要的結果 不過整個過程 我覺得是 遺憾的話 這個倒沒有 就確實是開心了 應該是12年吧 就是自己增同牌那一屆 那一屆 當然 如果這樣說 東奧也是 很有記憶點 然後 那第一屆 其實都有 但是你說最在意的 肯定是120 因為是最有機會拿牌的嗎 那可能是一輩子都忘掉的事情 謝謝 對 大家 はい 才有更多的 你有些 policymakers 有、、、